专载自百家号作者,九五篮球岛屿,安东尼刚正式加盟火箭,得安东尼电连开始敲山正虎,球迷,不听话北京时间8月14日,火箭迎来了大喜事,安东尼终于正式入驻火箭,哈根,保罗迎来了最大的帮手,并且这个帮手还只是240万底薪天下了。 再次要再次谢谢老鹰,为火箭支付了钱瓜2550万美元,火箭真是血赚,但是火箭主教练德安东尼却早早的开始了敲山正虎,事情很简单,德帅和安东尼在尼克斯有过不愉快的过去,虽然今下两人已经摒弃前嫌,但是钱瓜早就放话绝对不会打替补,但是火箭现在又需要钱瓜放弃手把该打替补, 这样的决定钱瓜会听从吗?钱瓜来火箭是为了什么?为了无私的帮助火箭营球,开什么玩笑?钱瓜是这样的球员吗? 当然不是,钱瓜来火箭只有一个目的,就是在哈根,保罗的帮助下试着重返巅峰,也就是重新刷出好的数据,找回好的状态,好签下满意的养老合同,绝对不会放弃手法。 德安东尼并不担心安东尼融入火箭的问题,他相信只要每个人都贯彻他的专属思想,那么球队可以成功,德帅指出每个人都必须听从球队的安排,这样才会给球队带来胜利。 钱瓜打替补就一定合适吗?我看不见的,只有手法才能让钱瓜找回状态,以社会瓜的兴气,你让他打替补,更衣是肥乱了不可。 家忙钱不说,刚家忙却变脸,德,帅和安东尼的关系又要紧张了,德安东尼说道,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们会尝试不同的组合,继前赛,赛继初期,好的一方面就是有了分析。 职员以及教练和球员,我们会找到最好的方式,只是希望钱瓜还是能够首发,不为别的,就为了火箭更衣是合目,如果火箭逼着铁瓜打替补,非论了不可,球队都很担心社会瓜和德帅比又闹矛盾,大家怎么看呢?